生有事 死有事 醫治有事 哭有事 笑有事 上醫醫國 中醫醫人 下醫醫病 上醫醫眉病之病 中醫醫肉病之病 下醫醫醫病之病 護理疾病最佳的方法 B100有 醫護同行 主持 註冊護士 路遠儀 老人科醫生 莊麗 今集來到新一集 醫護同行 今天很高興 請到Haley幫忙 還有邀請到其中一個朋友 封疾病科專科醫生 蘇熊醫生 今集很高興 請到這個專科醫生 我們很少 封疾病科 很少 為何 好像都 還是找到 封疾病科專科醫生 其實很少 封疾病科專科醫生 而我們找到 會有 是我們自己為朋友 會找 我們熟悉的很少會找到這科醫生 可能不知道去哪個醫生 我們自己很肯定是淚風濕性病 我們就找他 但剛才跟蘇醫生在背後談完後 他說不是 其實他涉獵的範圍很闊 他最初想著不是做醫生 最初不是做醫生 甚至乎他做畢業醫生的時候 都沒有想過進入這個專科 所以我們要講一下蘇醫生 你什麼時候打算做醫生 其實我一開始真的沒有想過做醫生 我甚至是英中學 我報大學的時候 其實我都沒有選過醫院科 我當時第一個志願是打算做足球員 足球員 當然後來發覺能力都沒有去到那個水平 你是不是打算做做職業足球員 簡直是職業足球員 因為一般踢球一定可以 職業足球員有什麼要求 大職業足球員 大職業足球員我估計是十個男生 我估計有八個以後都希望做足球員 那你當時做哪一部分 足球前鋒 我是中場 中場 中場指揮官 前後都要跑 中場指揮官 前後都要跑 中場指揮官 哦 中場指揮官 我當時是一個很適合我的科目 在醫科前 你是否有選擇其他科 我是有想過 其實我一開始想讀雙科 後來因為成績出奇不義 結果選了 那時候開始醫科多人喜歡醫科多於雙科 差不多你那年代就在分水嶺 我當年醫科也是一個 因為當年我們是Business在香港的醫科 神科 他們原來已經變了 到他那年代就開始轉 醫生這一科仍然是很熱衷 你剛剛DSE那班有10個狀元 大部份都是做醫生 我也不知道 你沒有留意嗎 現在還有一個環球 什麼叫環球 環球醫學 你有沒有搞錯 是做什麼的 你們不要在那裡說 下次再問 教授應該會解釋到 教授一定解釋得好 我們最喜歡賣廣告 幫醫學院賣廣告是沒問題的 我們最喜歡賣廣告的 我們下次講環球醫學 因為其實我看到DSE 全都在環球 有人解釋給我聽 實在就是視野闊一點 看東西多一點 是否可以去外國的 他是會多一些研究 或者其他的一些基礎訓練 甚至是一些不同的接觸 機會是多一點的 所以你也會洩涅 因為你是教授 我也有一些學生 就是所謂環球醫學的一些學生 行了不要說了 我們下次專門講環球醫學 請蘇醫生 不知道可否拿著酒杯 一邊講一邊訪問 為什麼不行 我們接著要再問 醫生 你怎樣選專科 怎樣選專科 這個其實也是陰差陽錯的 我當時其實不是想選這個科 我其實是想選另一個內科的專科 其實我打算選腎科 腎藏的內科 但是腎科那個老闆 當時我不是他心目中的人選 他就叫我不如你做雷鋒執科 結果陰差陽錯的選擇了 雷鋒執科 而其實你看回頭 我覺得我的性格是非常適合做雷鋒執科 因為我本身是神科護士 是 那我想問 那神科跟雷鋒執科有什麼性格分別 在哪呢 性格分別就是其實 其實腎科是多少少真是處理一些 生同死的大問題 就是我猜 我猜菇琳你肯定很清楚 例如有時候我當時 我也有一段很長時間 我是做過腎科那些 就是幫腎科手 有時候 到了最後 可能我要決定 我會不會洗腎 那些的決定的時候 我有時候覺得是難做的 因為很多行政的問題要考慮 是的 以前沒有的 而且你那個決定其實就是 什麼 斷定了 我說得那麼完美就不要刺破了 很多人會很不開心 當你知道原來是用資源 用稅數 很多東西是你不開心的 對 那個決定真的非常巨大 我覺得 我猜 雷鋒室科相對來說 就不一定太多這些 很急 或者是很多 要是 很多 即是身來死別 那些情況 因為我自己神科裏面 都真的經過很多 是很 很體驗到 一個 人的取態 就是生活的取態 很短分享 因為我盡量時間交給他 我記得當時我們洗血 當然要找一條最好的血管 最好的血管 就是maintainness 就是last long 因為他有時間洗 我就說你要保養好一點 你用這條 怎知道病人就跟我說 你用我舊那條 你不用跟我弄一條新的 你不用理我活在多久 總之什麼 那後來我都順利用他自己喜歡那條血管 即是按下去 誰知道我第二天就看到報紙他跳樓 死不去 其實生命長短或者質素 不是我們醫護人員去肯定的 其實他有他自己的 value或者我看人生的態度 我們看只要什麼最好對著你 其實觀感我們要改的 這是很大的啓發來的 不過現在幸好你又入了風修科 因為這二十年的進步就是神速 約密吧 你二十年前沒有想過是這樣的 當時是充滿痛苦的一個科目 痛苦複雜 充滿痛苦 變形 現在無故 現在可以是正常的 同意 所以我也是幸運的 想不到你入了一科目 它可以有神速的分別 那藥物的改變其實在這幾年裡 是爆發性的進步 簡直是一個革命 你比起神科其實也沒有 還是這樣 老人科更加少 還是這樣 其實今天剛巧有些分享 就是我今天去社區中心 要跟長者review那些藥物 其中一個我一定問你 你在吃什麼藥 或者有什麼長期病 其中一個就說 我應該是 雷鋒濕病 我說是呀 然後他扔了手給我看 你看看 是呀變形了 歪了 現在沒有了 歪了 我還沒說完重點在哪裡 那你在吃什麼藥 沒有 我呆了 沒有 你有沒有告訴醫生 你歪了 有呀 一粒藥都沒有給你 是啊 那個醫生覺得OK 我呆了 年紀大呢 那些叫burn out 那個 不懂了 他其實已經不活躍了 可能下一節你解釋給我聽 然後第二個 差不多歲數 又是同一種病 已經吃了四種藥 所以那個拿捏在哪裡呢 真的要問醫生 那當然要問專科 一會兒我會問 所以我也挺有興趣的 為什麼兩個一模一樣 年紀什麼都一樣 一個又用藥醫 一個就不用藥醫 就當沒事發生 但我知道他不是看專科的 給藥那個是專科跟的 這個也是等醫生說的 我猜Hailey也不太明白 女封濕病科 你是不是覺得是老人家的封濕病呢 應該就是關節變形那些 因為我哥以前也有尿酸那些 關節很多結晶 剛才醫生也說了 原來我有同事 遲些會講痛風的 早知道我說了 其實是兩樣東西來的 當然不行啦 那麼辛苦找到蘇醫生來講痛風 我不放過 那為什麼那麼辛苦找到蘇醫生呢 原來蘇醫生就是剛才那裡很見譚的 那除了是做醫生之外 現在是醫生裏面的教書 那其實經歷為什麼會變成教書呢 其實呢 我猜這裡又帶回去的 其中我有一次跑步的經歷 其實跑步就有個 我現在最大的興趣 就是跑步的經歷 而我有一次 總之放棄了足球 放棄了足球呢 足球我也有玩的 但是我當是去跑 練跑的來踢球的 有一次我去玩一個比賽 其實到了最後最後 我就看到我跑完了 我知道那次我有一個叫做一個教授 吸引的人馬 那個教授吸引的人馬 其實也是跑步的 也是我這個專科的 我發現他竟然 就是他做了什麼工作呢 就是我們叫做清道夫 他跑到最後最後那個一個 來鼓勵後面 跑差不多 因為我們跑步的比賽有些cut off 有時候有些我截止時間 我的比賽可能10公里 你一定要兩個小時裡面跑完 那個教授竟然去做 一個清道夫的工作 就是在最後一路 就是鼓勵著跑最後那些 跑手 希望他真的趕到時間 過到個終點 那我覺得其實是一個很有意義 還有那個教授其實 他跑過可能二三十隻馬拉蟲 那個能力其實是 他跑步的能力也是很高的 就不至於去到最後 對 那裡我覺得是一個很大的啟發 就是其實 很多時候 好像我們讀書 或者教學生 有時候 其實最大部份 就是在前面 中間 其實都不用你怎樣 其實他們自己很多時候 會自己走下去 反而就是最後最後那些學生 或者是跑得比較慢一點的 真的可能就是欠你少少的鼓勵 他可能是會 就是完賽和不完賽就是那個鼓勵 反而你前面那些其實 他可能是欠金牌 那些其實沒什麼所謂 這裡影響得我很緊要 其實我覺得 你一個人 做醫生 當然做醫生可以很幫到人 但是 其實會不會有一些 再更加可以 某程度上 影響得更多人的 工種呢 這樣 這個是我的 當時其中一個想法來的 但是做不做到 當然是 暫時都 向著這個方向進發 那你什麼時候去開始教書 即是幾年前 我其實是 大概三年前左右 我轉現在 其實我就 一直都在公立醫院 大概是 做了十多年 三年前 就轉做現在 在醫學院教書 什麼感覺 跟你想的是不是一樣 完全不同 怎樣 那些 上班時間 是長了很多 因為 其實 就 我猜 再次引證了這個世界 沒有一份工作是好做的 其實 各 每一份工作都有他的 好處 不好處 那些學生呢 那些學生 那些學生呢 就 我訪問過他們的 因為 中大訪問過 Kong Kong U訪問過 你哪個層面 你想說 我們覺得 想說好 他們的好處 好和不好 我自己覺得 好呢 我會覺得 就是 他們 好像聰明了一些 醒目了 很多東西 讓你 catch up 你會發得快的 但是 我覺得不好 就是 他們的父母對得他太好 Sporting 很好 他會覺得 哎呀 那我會不會不行的 我不會做不到的 是這樣的嗎 我那天已經看到了 那天那些 不覺得 因為之後我有些 其實 我有機會不合格的 那怎麼辦 我立刻震一震 那是你背後和我 但你出來也行 就是發了那個 那天那天 還有那個自立能力 那獨立性 好像弱了一點 我真的感覺不到 我覺得他們 沒有什麼不好 這個也是 其中一個 可能一些 現世代的 所謂 尖指的一些問題 可能他們那條路 一路都很順利 有時候 未必 太過習慣接受一些 疫境 那你是否對學生 變了相對不敢那麼 harsh 要溫柔一點 我 他們真的沒有這件事 在他們那個 他們那個 mentality 裏面 不是這樣的 我覺得 你覺得 他們是strong的 是tough的 還是 他們不需要tough 這件事 他們的字典 沒有需要 沒有需要 是另一件事 是 你也同意 我覺得 都很tough 他們說 做完了 這樣 他們沒有什麼 那些人 他們會想到方法 去搞定那件事 我覺得 但我 我也同意 有部份 有部份真的很smart 近年來 但也同時 也有機會 是有些 真的 面對一些 未必很理想的 結果的時候 他們是未必懂得很好的處理 所以其實都是一個spectrum 其實是 Spectrum Smart的那些 就更加勁 是的 所以 更加勁 更加勁 是的 我們可能真的要 著意些 幫助一些 可能需要幫助 所以另外一個N 就有些人是需要幫助 是的 就是 這個為什麼 蘇醫生就可以了 這個是教授 其實是教授 教授 教授 主要是真的想幫助的人 還有他們現在是因為疫情關係 那些 臨床的 少了 體驗 是差一點的 訓練 是差一點的 我反而是擔心 他們出來的現實環境 是呀 很淒淒淒慘慘 真的有很大的落差 都對的 沒有得拖護 就是那個 明明在醫學上 好地地 那樣東西 很理想 一出來 所有事情要你去應付 你不要想著有 尷尬包你 是是是 你的醫生能走出來 不是這個問題 不是 我只說 只是那個Houseman走出來 你對著一個婆婆 或者一個 病人 是 他已經指著你的鼻子來罵 你撐不撐到 不是這個問題 現在問題是他們很多 四面八方對他們的要求 是的 即是當你這樣的要求 他只能夠是 會完成了他眼前的工作 我們以前會花一點時間 去跟別人聊一下 了解一下 那個患者怎樣 問他幾句你覺得如何 其實沒有辦法 是被人撕掉了出來 是的 這裏也引申到 莊醫生說這個 也是很大的 其中一個課題 引申到現在 很明顯看到一個趨勢 就越來越多畢業生 就會選擇 非 臨床的 即未必那麼臨床的工作 是的 避了一些 真是你所說的 很多的 要研究 溝通 是的 鑽研的東西 是的 即是他可能 我看X王 我完全是覺得 沒有比沒有東西的 是的 但是我看X王 看片 或者看 做一些 就是少一些 臨床見到 很多困難 或者是很多 爭拗 爭執 那些的科目 而瘋濕病科 相對上都是多 就是Human Touch 所以需要很多 解釋 要理解又要多一點 還有跟病人都跟一輩子 是 這個也是很有趣的 那你收不收到 學生 收課 現在可以的 現在可以的 我估計很多東西 就是一來 就是 莊醫生剛才說的 發展 我估計很多學生都看到 近年來 真的有很多新發展 似乎這個 也是一個 吸引的地方 是的 即是你給了那個藥 他醫耗了 就不用談那麼多 其實這一科 其實我們那時候聽上去 就覺得不是有女高雄 那時候很慘 你跟他談有什麼用 他也是一樣的 對 治療也是這樣 我們休息一下 我們真的看一些新的資訊 好嗎 謝謝 有事 死 有事 醫治有事 哭有事 笑有事 上醫醫國 中醫醫人 下醫醫病 上醫 醫眉病之病 中醫 醫肉病之病 下醫 醫醫病之病 護理疾病 最佳的方法 D100有 醫護同行 主持 註冊護士 路遠儀 老人科醫生 莊麗 接著 很想知的新資訊 就交給蘇醫生 解釋 現在我們可以怎樣 去醫治風室病 我估計 第一步 第一步 可能很多 聽眾都會覺得 什麼叫風室病 其實風室病 很簡單來說 很概括地說 有兩大類 第一類 就是一些 免疫系統的問題 影響到全身的組織 器官 很典型的一個例子 就是我們說的 紅白狼瘡 另外一大類的疾病 就是我們說的一些發炎性的關節炎 而那些發炎性的關節炎 最典型的當然就是雷風濕關節炎 其實簡單來說 所謂的雷風濕病 其實都是一些免疫系統的問題 免疫系統 突然間 亂了 或者過份活躍 而 真是會自己攻擊 自己身體的一些組織 器官 就會從而帶來一些發炎性的情況 最後當然 當器官組織發炎的時候 就會有機會造成一些破壞 那痛風算不算免疫疾病 痛風其實 是不屬於免疫疾病的 但是他屬於其中一個 很常見的發炎性的關節炎 我猜發炎性的關節炎 其實都是屬於 雷風濕的範疇 好 我們看下一張 好 我猜 剛才我們說到 其實雷風濕關節炎 就是一個 最典型的雷風濕疾病 而他 通常我們說 大概是香港的病法率 應該不是病法率 應該是 香港大概有多少%的人會有呢 就是0.35% 大概這個概念就是 你搭一個飛機裡面 可能飛機裡面就是一個乘客 會有雷風濕關節炎 其實真的不是很罕見的 而雷風濕關節炎 好像很多 一些面系統的疾病 或者是雷風濕疾病一樣 其實是女士比較多的 而且也是一些中年的 或者年輕一點的女士 反而可能很多 聽眾可能會 甚至是我的 兒媽姑姐有時候都覺得 你做雷風濕科的 我這裡痛那裡痛 是不是就是你的了 是的 其實真的不是 其實 我們雷風濕的疾病 其實是說一些 發炎性的疾病 不是真的 我猜很多時候 天氣不好 這裡痛那裡痛 那些可能就是一些 退化性的問題 而我們雷風濕關節炎 除了關節會受損之外 竟然 其他身體的不同的 一些組織 器官都有機會 受到一些發炎的影響 包括有時候 我們的肺 或者甚或 好罕有地 腎 血管 都有機會會受到 雷風濕關節炎的 發炎的影響 會不會有一些表徵 就是知道是 雷風濕關節炎 是的 這個問題就很好 我猜最典型的 雷風濕關節炎 那個徵狀 就是一些我們叫做 手指細關節的 發炎 所謂發炎 就是很簡單 紅腫痛熱 是的 如果你有紅腫痛熱 在關節出現 就一個很典型 發炎性關節炎的情況 而雷風濕關節炎 是我們說的影響 一些細的 手指的關節 而 很特別的 那些所謂的 細關節 是一些近端的關節 而遠端的關節 就是最後這個關節 這些關節 反而是少些受影響的 而如果你真是 最主要是 軟端關節受影響 其實我們有時候 覺得可能有些 退化性的關節炎 的機會 就會是多一些的 所以如果真是 大家看到我的關節 真的沒有什麼特別的原因 會有些痛 甚至腫 甚至覺得慌 的症狀 真的要考慮 會不會有 這樣的可能性 我們看看下一張 剛才 Hailey問 是不是 關節 總象就是 你看看那隻手 就是變形了 但一開始不會 那麼嚴重 不會的 不如讓醫生講講 這裡我們就顯示了一個正常關節的結構 而雷鋒濕關節炎很典型 就是我們講關節的膜 所以我們叫滑膜 是滑膜的發炎 如果滑膜發炎 如果你控制不了它的時候 就會產生一些 我們叫做 因子 因子 就會構成一些關節的破損 你看到右手邊的幅圖 其實就看到 那些關節的骨 都有些侵蝕 這樣 這些很典型 是一些 雷鋒濕關節炎的 病變 而雷鋒濕關節炎 如果你真的處理得不好 的話 你就會看到 好像我們上面看到的那幅圖 那樣 真的關節 會受到一個 破損 而有變形的現象 你都可以想像到 如果真的病有 手是這樣的話 就真的大大影響到 病有的 起居飲食 甚至是生活的質素 那我的好消息 就是 現世代 好像剛才 莊醫生所說 有很多新的 治療 基本上 你說真的 會去到 這幅圖 已經很少了 簡直是 醫生應該要問責 其實我已經沒怎麼見過這種手 是絕對同意 我小時候 我們很小 我們醫院也有見過 我們醫院也有見過 是嗎 沒有 如果我還沒做醫生的時候 我都見過一些圖 真的做醫生 左邊那個都有 右邊那麼誇張 真的沒有 那麼誇張就少一點 邊形就會見到的 邊形都可以 甚至乎 我覺得 我見過一個醫生 自己本身都 變成 他自己都是你中病 但我另一個醫生就覺得 怎會搞成這樣 你明過說什麼 為何會搞成這樣 所以我們看看 不應該搞成這樣 是要怎麼做的 我們看下一張 HOLA 亦都 這裏有 那麼多關於 雷鋒濕關節炎的成因 其實 簡單一句 暫時我們都不知道 確切的成因是怎樣 但是 就好像很多 一些雷鋒濕病 或者一些長期病患 都好 我們覺得 一定會有一些 遺傳的因素 所謂的基因的因素 另外 亦都有一些 環境的因素 最後 最後 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吸煙 我們就 對 所有雷鋒濕關節炎的病友 我們都一定要跟他說 千萬一定要解煙 因為我們看到 吸煙一來 是會增加了雷鋒濕關節炎 病發的風險 二來 如果你是吸煙的話 那個雷鋒濕關節炎 那個癒後 就是那個 病的走勢 也會特別差一點 所以 煙子就真的一定要 解了 另外當然 我們有時都會覺得 因為免疫系統 可能是真的有些 其他外來的因素的影響 例如一些感染 甚至現在 有時會不會是有些 就算是COVID-19 新冠 或者是 疫苗 有沒有機會都會 引致到 免疫系統是突然活躍了 而增加 患病的風險 這個也是我們 其中一個 醫學界 是會 研究 研究 也是有這樣的 懷疑 雖然 暫時的證據 真的沒有 確切的證據 但是這些是一些可能的 有嚴疑的因素 那為什麼 檢查裏面 我們永遠要 確定他有沒有 這個雷風濕性病 要嚴 RH 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其實所有 我認為大部份的 雷風濕 病或者 自身免疫系統的疾病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他們會有自身的抗體 就像我剛才這樣說 因為這些病 很多時候因為免疫系統過份活躍 免疫系統過份活躍 就會自己產生自身的抗體 而那些抗體 本身應該是用來攻擊外來的東西 但是由於他不知道為什麼認錯了 我們自己本身的一些 組織、器官 而在雷風濕關子炎的情況下 就是關節 他認錯了 那些抗體就會攻擊 我們的組織 而在雷風濕關子炎是關節 那就會導致他發炎的現象 所以我猜 大部份 通常我們說八成左右的病人 如果在雷風濕關子炎 都會有一些雷風濕因子 我們有新式的雷風濕因子 也有舊的雷風濕因子 新式的雷風濕因子 兩者都可以抽血抽到的 我想問新式那隻是否準一點 準很多 那隻就大家的 NTCCP 對 準的字眼就是我們要分為靈敏性和確定性 即是專注性 靈敏性兩者都差不多 但是那個專注性 就是新的抗體NTCCP 原來是這樣 那接下來抽血應該抽那隻嗎 那個是貴一點的 通常我們兩隻都會抽的 對 為什麼 既然雷風濕性高 但是現在的人 screening就是用RF 對 如果還檢驗到RF positive 才會檢驗CCP 其實大約有10%左右 是真的會RF negative 即RF是陰性 但是NTCCP 即新的抗體是陽性 所以 我們 因為去到你們的時候 要斷證就是兩人當然抽 但有時有些body check的package 就會包了RF 我猜body check的package 絕少會包了NTCCP 是的 即是怎樣 RF positive 才再檢驗 我猜是 其實 有徵狀 那應該是誰先 其實最重要最重要 都是徵狀先 如果你有這個徵狀 就兩人都應該抽 應該要去抽這些血 反而 坦白說我們雷風濕科 是的 對啦 就是做恐慌 是的 聽到不要無緣無故抽 是的 老夫人說得很對 就是 我們經常說 我們一定要在 有個臨床的懷疑 我們才去抽這些血 其實才會得出一個好的結果 否則有時我們有些假陽性 就會 說到會構成很多的恐慌 無謂的檢查 是的 而這個精彩是不是就是Hailey說的那些 腫啊痛啊 都是找醫生 還是你腫痛也是找了醫生 由醫生 還要去專科 我一來找專科醫生 還是我看樓下那個就可以了 我猜我作為 女胸失科的 專科醫生 我就 都歡迎大家 來看我們 但是 你常討 真正 我不是做醫護出身 我也會尋求找專科 因為如果家樓下那個看得到就不用給專科的錢 你不要等到變形才找專科 有些什麼當然要問專科 你痛得很久就好看 但是很不幸地 其實很多時候 找專科都會找到骨科醫生 是的 以為自己弄傷 所以這樣 這個是到目前為止 也是我其中一個因素 一個原因是 就是很想有個機會可以跟國家 分享 其實因為我猜大部份的一些發炎性關節的情況 其實淚鋒失科起碼初期來說是一個合適 比較合適的專科 當然你說如果去到關節 因為以前我們說手梗 早上會覺得是神僵 蠻斜的 說紅了腫了 你就去看 但現在其實就不行了 因為去到那麼差的時候 那邊已經發炎鼠壞了 所以你必須是 看骨科不是問題 你看完骨科快點 還未可以就不要看 快點斷胺的症 快點斷胺的症 這樣就可以了 但是有個分別 剛才無緣無故無故又紅又腫 那如果骨科利益就是治療 骨科也可以跟你抽血 驗到血的指數不正常 其實都要快點轉 還有 不止抽血的 還有超聲波 磁力共振 那些斷症都很好 所以有時候 如果醫生說你還是要照一下什麼物 就不要太抗拒 同意的 我們知道之後 其實就有什麼治療的方法 我們看看有些希望 那治療呢 我估計就是 傳統上 當然是一些傳統口服的藥物 傳統口服藥物 其實包括一些 我估計針對徵狀的 就是一些 絲不止痛藥 另外當然 雷骨唇 我們到目前為止 有時候都會用的 只是因為 其實雷骨唇都是很有效的 可以快速的控制的炎症 但是 真的要長效 所以我們的治本 其實都是要用一些 你看到那個長歌字 有些長的 叫做改善病情抗風濕藥 簡單來說就是 一些長效的 類風濕藥 那些藥物就是 長效的控制免疫系統 讓免疫系統也不要那麼活躍 其實所有這些藥 其實都已經有研究證明 如果用了可以減慢 關節破損的進程 是不是所自堪稱副作用也沒有那麼多 人家一聽雷骨唇就害怕 如果長遠的用 雷骨唇就一定是最毒的藥 可以的話 一定 我們就盡量 會避免用雷骨唇 但是 有時候雷骨唇 尤其是高劑量的雷骨唇 有時候我們這些藥物生效之前 可能我們有時候會用短時間的雷骨唇 去快快速控制著的徵狀 這個是一個 都是可行的方法 明白 這些是傳統藥物 當然大家可能也有聽過所謂的生物製劑 有些新的藥物 生物製劑其實現在 發展到現在 你都不能說它是新的 但其實我們最當初的那隻 當時我們是Anti-TNF 是先的 是 2003、2004年 是第一隻 抗腫壞壞死因子 Anti-TNF 在香港 我才覺得已經很棒了 對 簡單來說 所謂的生物製劑 其實就是一些 我們很清楚知道 免疫系統裏面 哪幾環 是會特別 在病理上是重要的 我們就生產了一些 或者製造了一些 這些藥物去 專門地去針對那一環 理論上來說 如果你很針對性地 來控制到那個 病因的話 那個藥的效能 和潛在副作用 可能都是會好一點 現在哪一隻是最美的 暫時就沒有特別說哪一隻最美的 但是 常用呢 常用 其實每一隻都常用 但是 一個比較新一點的 再新一點的進展 就是我們可以 甚或稱呼它為 當我們有這些 生物製劑的時候 你可以當作革命性的改變 另外 我們所謂我經常說 第二次的革命 就是剛剛發生的 就是一些我們所謂的 叫生物製劑的 雙齒劑的出現 這些生物製劑的雙齒劑 其實很簡單 只不過就是 那些生物製劑 其實是很有效 但是在香港的 醫療系統裏面 它就是不在 我們政府的 藥物明冊裏面 所以就是 病人要自費 而自費這些藥物 就是非常昂貴 當初出的時候 可能是幾萬元 或是萬多元一個月 所以就不是很 其實簡單來說 就沒有什麼負擔到 現在跌了沒有 那個價錢 當然是 從而大部分的病友 我猜現在 其實都可以負擔到 現在的這些新的 藥物 生物製劑的 相似劑 然後還有口服標靶藥 說得好像癌症 是的 這個 未絕未絕上那一張 是的 這也是一個很重要的 新的進程 就是因為我們發現 現在開始有些口服的 標靶藥物 就好像我剛才這樣說 就是專門針對 那個免疫系統的 某一環 所以就是 而生物製劑 其實就是要打針的 但是口服的 所謂的標靶藥 就是可以 口服的 當然 就太好了 是的 所以就 那有沒有說哪一種好一點 它是沒有一個 直接的 對比的研究的 你覺得哪一種的 副作用沒有那麼大呢 亦都是因人而異的 但是 整體來說 兩者 其實他們的 副作用 都是絕對可以接受的 是的 而我們 亦都很清楚 他 現存的一些副作用 所以我們是會很積極 我們醫生用的時候會很積極地去 篩查這些副作用 所以 都是安心使用的 我想聽多些紅斑狼瘡 好我們下一張 阿希應該都很擔心他 對呀 很擔心的 對呀 那麼紅斑狼瘡 就是另外一個很重要的 等一下 我要停止你一會兒 紅斑狼瘡和玫瑰座瘡有沒有關聯呢 厲害了 我之前有玫瑰座瘡 我想知道有沒有關聯 應該這個問題 上個星期應該要問陳醫生 已經問了 其實完全不同 那就安心了 他只看到自己紅瘡瘡就很害怕 其實我也是有點相似的 對呀 真的相似的 他拍過照給我看 很多粒粒休診 真的是兩者 蘇醫生說 是的 紅斑狼瘡就是另一個很典型的全身 我們叫系統性的免疫系統的問題 因為那些免疫系統亂起來 全身很多器官不同的組織都有機會 會被免疫系統影響到 他最典型的徵狀就是 好像這裡我們看到 就是出診 而他這個診 我們叫做玫瑰診 是蝴蝶診 不好意思 是叫蝴蝶診 你看到好像一個蝴蝶 中間有一個會過足的鼻樑 還有這個 就是那個 面盒 面盒 是一個很典型的叫蝴蝶診 另外除了會出診之外 當然也會 關節又會有機會受淚 有機會會關節炎 關節痛 另外常見的一些徵狀 包括會有機會脫頭髮 生蝴蝶 另外 他有時候也會有重要器官受損 而很不幸地 我們中國人 或者亞洲人 重要器官受損的風險 增加了 比外國人 或者是西方人 你就會看到 我們說可能有四成的人 其實都有機會 會有一個很重要的器官 就是腎臟 腎臟會受到影響 而當然 其實近年來 雷鋒 雷鋒失科 或者是 我們治療 紅斑囊瘡 那些治療 其實都有很大的進展 但是 其實就到目前為止 我們都在說 可能有10到20%的病友 真的隨著時間過去 真的都會控制不到病 而導致腎衰竭 真的要洗腎 真是慘了 我們當時有很多這些 所以其實這個病絕對不是一個 良性的病 它是一個 有機會真的會影響到重要器官的一個疾病 它最慘有這種病之後 你就會 篩走了 你不是有排隊去換腎的list 分數會減 是 因為 有個可能性 就算你換了腎也好 你新的腎臟也有機會 受到病 繼續的影響 這個比較煩 我們一跳跳下去 那個治療 有什麼選擇 我們之後 是的 治療選擇 治療選擇 這個 治療選擇 亦都是 亦都是分一個傳統藥物 和一個生物的製劑 而傳統藥物 我們會見到 都是一些 我們剛才提到的 例如雷孤醇 或者其他 免疫力的 抑制藥物 最主要的目的 都是按住免疫系統 但是我們就覺得 其實這樣按住免疫系統 都有個機會 一來 就是潛在的副作用會增加 二來 就是 你 都未必很有效地控制到發炎 因為你不是專注 這樣去控制 病理的其中的一些重要因素 所以 我們就近年來有些所謂的生物製劑 也就像我剛才這樣說 他就專注 去 抑制 免疫系統裏面 構成紅斑狼瘡的 一些因素 所以 潛在副作用 或者 那個效能 都應該是 會比傳統的藥物 可能會高 好 我們再看最後一張 迷絲 其實很多病人可能都會覺得 生物製劑 要打針 是不是真的應該要留到最後才用 但是其實這個 就不正確的 我猜其實近年來 所有的雷鋒濕科的一些疾病 我們都很講一個叫做 我們要盡早醫 和盡量將病 控制到一個很靜的水平 我有些事想問 譬如你說關節會有些變形 或者可能有些受損 是不能回頭 沒錯 變回正常 是的 這個就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我們 要分清楚那個病的活性 和一些破壞 所謂的破壞是不能回頭的 而我們的治療最重要的目標 就是防止這些破壞出現 所以真的就未必說 如果你的傳統藥物控制得不好的話 我們真的要快快脆脆的 會進一步去用一些 可能是新式的藥物 那有沒有人是沒有用DMA 直接用生物製劑的 這個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的問題 終於牽涉到很多因素 類似我們現在說的概念 就是你會覺得 半杯水 半杯水 空 半杯水 半杯水滿 因為我們傳統藥物通常可能在說 例如我們可以控制到五成六成的病友 可以是可以把病是控制到 靜下來的 你覺得五成六成可以控制到 是不是一個很好的效果呢 但是不是的 如果你一開始用生物製劑 可能七成八成九成 是可以控制到的 好看整個醫療架構 藥物的價錢 病人對於一些潛在副作用的接受程度 很多這些不同的因素 真的要討論 逐個逐個來 沒錯 這個亦都是一個我很想說的一個概念 就是近現在尤其是我們治療的一些 慢性的疾病 內科疾病 我們很講的就是我們跟病人同行 我們其實不是 醫病 其實我們是幫病人一起走這條路 去控制這個病 所以這個PowerPoint最後看到是共同制定 不是醫生大了 不是醫生制定 其實今天也有很多的資訊 真的會請蘇醫生再來談一談 這個範疇很闊 還有很多事情都還沒說 是的 我們有機會再請蘇醫生過來 跟大家見面 今集好謝謝Hailey和蘇醫生 很快很快我會再安排下一集給大家 好嗎 OK 拜拜 拜拜